我们一样,论坛上面,我们每次上个都会把论坛的内容贴到论坛里面,所以你回去 理论上如果你有加入的话,应该都会收到,上个礼拜这个连结,这个连结的话,基本上我们大概有八段影片 那总共的话,当然我们利用了一个什么呢,外汇的历史 然后呢,这个外汇历史好像总共有9个栏位,10个栏位吧,里面有很多的汇率,我们只有抓美元的啦 那其他汇率的话,请各位自己再列习 那这个汇率的话,基本上,它其实提供的是一个CSV的一个档案类型,CSV 可是实际上,你们可以再仔细看一下开放资料,它其实除了CSV之外,它其实还有别的啦 比如说还有CHASM,上礼拜主要重点CHASM格式 另外还有XML,OK,所以其实这些格式不一样 你们尽可能,如果有时间的话,经常多多练习啦 反正将来,你也不确定说,人家会提供给你什么样的档案格式 但是如果只要提供给你某一种格式,你都可以很快的去做后续的处理的话 那相信啦,你在处理资料上面,就绝对不是有什么太大问题 OK,那其实4的话就是,我们是抓前两个栏位 所以你要去思考说,如果我今天 RAWDATA原始资料可能有 10栏,20栏,30栏,甚至更多栏 那当然呢,我们如果要取其中的几个栏位的话 那用什么方式,OK 那这边的话,当然我们是 就是用串列的方式啦 因为串列它的位置是,编号从0,1,2,3一直往下 那我就取第一跟第二栏,就是0跟1 那其他不要,那这样就取出来,就是我要了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当然也有啦 OK,也有其他的方法 只是说,其他方法你们可能在思考看看 像比如说,像我们有提到一个Pandas 那不过你要把它先放到Pandas 必须还是要先转成DataFrame DataFrame其实就是有点像Esser里面的试算表 那Esser里面的试算表就可以像Esser一样 可以取某几栏 它有某些的方法,可以让你取某几栏 可是,到底有没有比较简单 你可以思考看看 就是变成说,你如果用Pandas 那你就要把它变成Pandas 那你变成你要用Pandas里面的方法 才能可以完成这些事 那变成你要再去多 去了解Pandas里面的所有方法 OK,那其实我觉得Python 比较麻烦一点就是 它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套件跟模组 那这些套件跟模组都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可是每一个套件跟模组 变成你又要再去了解它里面的细项 到底要怎么用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比较麻烦 因为它套件跟模组太多太多了 像官方提供的套件 官方网站就有三十几万种 OK 也就是说呢,你如果要解决问题 应该 其实基本上应该不用自己写 说真的 你想得到的,别人都帮你解决了 剩下的就是说,你要找到 你要的那个模组 它提供,比如说一件事情 下载那个网络资料 像我们是用request 其实不只request 还有一堆 可能几十种,上百种多 可是哪一个是最好 但如果说,假如每个都可以做到 你找一个比较简单的就好 所以这边我们找request 那是不是只有request可以办得到 当然不是 还有别的啦 OK,所以这个也是相对比较麻烦的地方 Python 其实有点像自助餐 自助餐就是说,它给你很多东西 要把这个,你随便吃 那问题就有一个麻烦 就是变成你要自己去取 取了之后你要自己回收 反正什么都要自己来 那跟吃那个餐厅不一样 餐厅反正你点餐 点好之后,人家帮你service OK,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个 自由软体 一般叫,也许你称它免费软体 其实倒也无可或非 那其实有这种概念 就是很多人自己来 也就是很多东西你要自己学 你要找答案 有没有,一个模组,一个套件 它里面可以做到什么 有没有,其实我是有连结啦 像参加朋友 你有哪些方法 你点进去,你会看 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那真的很花时间 你随便看一个套件 里面的相关东西 那就要花时间去了解 所以,当我们是按部计就班 刚开始不会讲得太复杂 也许我们会 但里面是不是全部都需要知道 其实不用啦 你要先知道你到底要什么就好了 你不要说什么都要学 只要学完之后发现 我到底在学什么 不知道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书 电脑出厚厚的一本 其实跟各位讲,抓药理 几个你需要的部分就好了 OK,比如说像 资料库好了 像资料库其实就是 至少你要会把资料放进去 把资料取出来 把资料更新 把资料删除 就OK啦 像 跟他夫人也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就做排序 然后做筛选 大家这些会的话,就够用了 其他 大家需要再查就好了 不然说真的 如果你要那么认真的话 那工程师真的很累 难怪会 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 因为 你会觉得 那刚开始我当工程师 真的还蛮认真的 我以前刚开始 当工程师 要不下班之后 要不就是去图书馆 要不然就是去书店 要不然就是在路上 就这样 可是后来我发现 感觉怎么永远都学不完 后来我才领悟到一个道理 其实我干嘛那么认真 把每个都彻底了解之后 好像永远都有了解 你还没了解完 又有新的东西出来 感觉好像夸父追日一样 追追追追 永远追不完的 OK 所以还是要掌握要诀 最重要的是 你到底要什么 这很重要 OK 好 那再来的话 上个礼拜就是说 我们两个串列 然后绘图 所以上个礼拜也有一个绘图 绘一个简单的折线图 OK 那后面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范例 再来讲一些稍微更复杂的绘图 其他就是像引用Pandas 然后纯属 然后纯属 这个前面也做过蛮多的 另外的话就是说 Jackson格式 这个Jackson格式 相较于CSV 其实就很难 相较CSV 就复杂很多 因为CSV只有斗典 跟换航 有没有 斗典 换航 那换航其实比较麻烦就是说 他尾巴可能是反斜线N 那如果反斜线N 或多一个反斜线R 那表示 那可能是微软的产品做出来的 OK 啊那个的话呢 如果你要看到尾巴那个 我有讲过 你可以用Nordepay++ OK 那再来的话 还有可以利用一个 云端版的一个叫Jackson Edit 这个我蛮喜欢用Z 因为 Jackson的那个档案真的太复杂了 因为你打开 你会看到一个大瓜糊 因为还有一种可能 可能开头不是大瓜糊 可能是中瓜糊 OK 有这种情况 然后呢 里面又有中瓜糊 又有大瓜糊 光看到这些东西的话 这你头都真的快爆炸了 OK 所以有个简单的方法 我上一拜提过 你可以把那个Jackson的 里面的资料贴到Jackson Edit 这一招我是还觉得蛮OK的 然后呢 你可以分析里面你要的 如果你要的东西 他那个 基本上大瓜糊里面就有Key跟Value Key的话有点像是它的 它的编号 有没有 你要取哪个编号 后面的Value是哪个资料 所以我们如果要取的是Rickers 有没有 我们吃好那个Rickers 那你就是Rickers先Get Get之后的话 再取它的Value 那么Value的话 它是字典的形态 再转成List 我好像前面有讲 上个礼拜也讲到 所以你细节如果不太清楚 请各位再看一下 那个上个礼拜的影片 然后呢 再去切串列 那可能第一个是放到List1 再切 再放到List2 那把List2 你需要的东西抓出来 那细节 原来上都有 这个我想 请各位还是花一点时间 当然你可以C-C-V 不过我还是建议 你可以Run完之后 自己再重新打过 会比较有感觉 有那个感觉 你如果自己重新 删掉之后 然后你也可以照着把它K出来 资料也可以取出来 哇 以后说真的 你大概应该就差不多 是知道在做什么 不然的话有时候你没有做过 真的太抽象了 那这些东西你不动手做 真的 你说你了解 我应该还相信 OK 像你旅行一样嘛 你说我都看那个YouTube上面 大家都有拍影片的嘛 影片还4K的 好清楚了 我表示我去过了 一样嘛 我去干嘛 反正大家都拍影片 那你真的一样吗 对不对 虽然很接近啦 真的 但是你没有到那里 就是 就是没有到那里 好 就像我 昨天 前天 前天呢 突然突发起想想想要去环岛 那本来是想骑摩托车环岛 后来发现太累了 还是开车好了 然后就突发起想要去南部 然后也没什么准备就开车 又开开到最南端的 结果就在最南端的地方 那个拍个照片 感觉就还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在前天就在最北边拍个照片 然后呢 再隔两天又在最南边拍个照片 然后把他放在脸书上面 感觉好像在刷存在感的感觉 OK 那你没有去过啦 就真的 就是不一样 OK 你说 就这样吗 虽然是真的是这样子 但是 感觉好像去过了就觉得 嗯 好像你达成一个目标一样 OK 我不知道 所以我老婆就说 你感觉好像小孩子一样 对 其实人真的还有赤子之心 因为我至少有点收集 收集到北边了 然后要收集到南边 再来要收集到东边 再收集到西边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还有就是 嗯 下载那个 资料 其他还有就是一个 那个各乡证的人口密度的Jason 转成Excel 好 另外的话呢 其实在那个云端上面 你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除了这几个范例之外 0601 其实上礼拜都要0601 0601里面的话呢 除了那个人口密度之外 其实底下还有几个范例 当然这几个范例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其实在那个开放资料里面 真的做都做不完 像那个人口密度嘛 这个点击进去 有没有 这边就有一堆了 OK 那这个是好像各年度的 从一百 零多少 应该一百零三 零二 OK 到一百一十 甚至你也可以把每一年度的变化 把它做个比较 有没有 人口密度的变化 OK 那你可以发现 是不是这几年来 到底人口是往 这个什么呢 大都市集中呢 还是往郊区集中 那当然你也可以了解 我以那个日本的经验来看 好像最后 大部分 东京就特别集中 年轻人都往那个大都市 反而偏乡都没有人了 所以很多偏乡 甚至那个镇 整个都已经不存在了 人口太少了 OK 那将来台湾会不会像日本一样 可以观察 从这边其实应该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好 那其他的话呢 甚至在那个全部资料里面 有没有 这个全部资料浏览 那当然你可以按照那个类型 类型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换 Jetson OK 有14000多种 我发现它真的越来越多 它CSV 41000多种 XFL 其实也不妨多了 其他当然还有VIP压缩档 还有Excel等等 那其中的话当然 如果你想要针对Jetson去练习的话 14000多种 像我的习惯是 你点击这边都Jetson 这边一定都有Jetson 那我的习惯是你可以按排序 有没有 按照那个浏览次数从多到少 所以或者是说下载也可以 下载或者 理论上就这个浏览次数 一般是跟我们的什么需求 可能最多人比较关心的相关资料 它会做排序 OK 那你当然可以找一下 那所以我是找什么 人口密度这个就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WiFi 有没有 然后这个有空气品质 然后紫外线监控 最近太热了 所以我都蛮担心 因为我第一赛道很黑了 OK 然后呢 每日的各站 这是应该是什么 台铁的吧 对台铁 其实台铁这个也可以分析一下 哪些站人变多 哪些站人变少 很妙 这个我有去下载资料 我发现有一个站很妙 很小 但是进出人非常多 在那个细子隔壁那个 细科 有没有 每次从那边经过 我发现 哇那好危险 因为他站那么小 可是人好多 我都很怕那些人会 突然后面如果有一个人给他推一下 会整个那股 算了 不是这个 所以他们就应该想说 是不是要把那个站给再扩大 可是问题没有地方破了 把它变两层吗 两层 不过他也 可能这大家都知道怎么做 其他有像什么 雨量 这边都有觉神 所以呢 你们如果想要练习的话 就真的不缺题材 缺时间而已 所以剩下的可能就是自己要花一点时间 真的要动手 因为像这种课程说真的 用讲的说真的太抽象了 而且你讲完你真的懂了吗 我现在怀疑了 所以像我考试的时候 我都蛮喜欢考上级的 那最后结果发现 学生就很悲惨 那一半的人都会被荡掉 OK 为什么 因为 学生说不对 我明明我都很认真在练习啊 可是你才练习一次两次不够 你练习只好练习十次二次 才是真的很踏实 OK 这种不是说 你现在好像做了一遍 你就以为你知道了 你会了 其实还差一段距离 所以这种技能 技能就是我非常熟练 毕竟我都会才叫技能 那你做过一遍而已 你以为你就会了 其实不是真的会 那今天的话呢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XML 所以其实只要掌握大概前三者 应该我想这个 档案 网路上的那些资料 爬取我想应该就 大致上应该没问题了 怎么一关一关的 所以前面是CSV 那今天的话呢 请各位 再看一下XML 那XML 那XML的话呢 里面其实也是你可以点选 然后也是按照排序 浏览次数 重设一下 然后跑一下 那这边的话 那今天的话呢 请各位看一下 那在前一期课程 其实有提到就是 这个紫外线 这个好像刚有 这个WiFi 这个也有 其实这个我就不讲了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练习一下 那我就是抓那个前几名的那个资料 来做一个练习 其实套用的方式 跟前面的做法差不多 所以你就是step1234这样子 可以把它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甚至结合一些简单的折线图绘试一下 OK 然后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去来看那个 就是0601里面的第几页 第26页这里 26页这里的话呢 其实我这边有提到XML 那XML的抓取跟存档 其实跟Jason有点类似 所以呢 我后来也找了一个XML的编辑 也是云端版的 你可以把XML贴上去 然后把它变一个物件 你就知道这个物件里面 它的结构是什么 那你再去分析 你就可以取得你要的东西了 那其中的话呢 比如说有这个例子 比如说 请各位看一下这边 这边有一个那个 新北市的那个UBI系统 它其实也有一个开放资料 那这个资料里面的话 如果你会想说 那老师那这个浴室好像是CSV 那我如果要XML 可不可以 你会发现 开放资料其实 它好像有一些空间 检视资料里面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呢 就提供了一个XML OK 上面是CSV 而且跟你讲 这CSV是UTF8 这个是CSV没错 可是如果你要取得UBI 假设你不要用CSV来存取 那你要改成XML的话 其实底下都有 XJetson也有 只是说呢 它这个连结比较麻烦一点点 上面这个连结是可以用复制贴上的 但是下面这个连结 你可能要另外的方法 但你如果直接点滑鼠的左键 它好像会下载 那如果说你要找到这个连结里面的那个 就是像上面这个超连结 你可以有个方法按右滑鼠右键 那这边有一个复制连结王子 也就是你按滑鼠右键 再点选复制王子连结 就跟上面这个连结是同样的道理 只是上面连结是CSV 如果你用这一招的话 是取得XML OK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Uby的XML的连结 可以用这一招 开放资料里面我发现 它虽然上面只显示CSV 其实它里面有一些还是提供XML的文件 但不是每一个 你们可以自己再去看看 那假如说Uby 我如果今天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把Uby的资料取出来 取的话可能这边你会发现它上面有这些栏位这么多 从那个什么暂点的代号 一直到什么暂点是否营运等等 这么多 那如果说我不要取那么多 可能取前面的两个 取前面的三个 取前面它可借吧 可敬可借就好了 所以其实大概 假设我需要的是什么 前面四个 假设了 其实后面不要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那其中的话我希望把它改成用XML OK 所以第一件事请各位先做 你先用滑鼠左键 先点一下下载这边 第二个的话它这边会下载一个XML 那请各位你可以分析一下 按右这个XML你要怎么开 几个方法 我是建议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可以用编辑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什么 之前有装Northway++ 你可以用Northway++来去开启 Northway++ 一般习惯Northway++还蛮好开的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Northway++打开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的结果 Ctrl-加 Ctrl-减 Ctrl-减 Ctrl-减就是缩小 跟那个Aspider是一样的方式 那你会发现它的结构 其实这个结构 跟什么 这个有个ROAD 你会发现它的标签 一定有个开头 有没有 这个也是Tag 有没有 ROAD 然后这边结束的ROAD 它好像你当你选这个 它会跟你讲它的结束在这里 而且它是成对的 那它的概念 其实跟那个HTML很像 HTML就是网页 有没有 前面有讲的 他想说为什么它叫XML 那网页叫HTML 那差异在哪里 其实简单白话意思 这个X的话 就是Extend Extend Extend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延伸 意思就是说在HTML标签里面没有的 它可以自定 所以它定义出来 这个本身是一个物件 XML 那里面的话是一个Table Table里面有RAW RAW的话是列 像Table的话就有点像Esser里面四算表 你可以把它想像它是一个Table 它一个表格 那表格里面不是横向一笔 资料就一列 一笔 一列 然后列里面的话又有Color 有没有 那Color里面Color就蓝 蓝的话就有蓝名 有没有 那蓝名里面就放什么资料 所以其实假如说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第一个把资料下载 第二个我需要把它存档 因为XML这样说真的我们要用很不方便 最好的方式是能不能把它转成Excel 或转成CSV CSV至少它打开Excel也可以用 那该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请各位先了解一下XML的这一个格式 然后主要我们练习的话 第一个先用那个新北市的U拜的这个资料 U拜资料 我是把它放在0601的第几页 第29页的地方 OK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